Hello 大家好 我是CB媽媽 其實要小朋友睡得好 一直都是家長最關心的議題 但有時就不太明白 小朋友睡覺醒或者無緣無故哭 可能有些細節上的東西 家長會忽略了 所以今天就想和大家一起分享 很多家長都會怕自己的小朋友凍傷 所以睡覺的時候就會多穿幾件衣服 或者多蓋一張被子 其實小朋友新陳代謝旺盛很容易出汗 尤其是小媽媽有時不太明白 有一種冷就是大人覺得你冷 但其實最好應該在房間放溫度計 這樣就會解決大人和小朋友感官的溫差問題 其實家長很多時候都會被小朋友淋睡前喝一瓶奶 正所謂吃得飽才睡得長 我都有給CB喝這瓶睡前奶 但就想提醒大家 最好應該在他們淋睡前一小時就吃了這瓶奶 他們不會說吃得太飽頂著位置 二來就有足夠的時間消化 這樣就可以在臨睡前去乾淨的廁所 或者換好料片 做家長就最享受可以見到子女的開心笑容 尤其在職的父母 放工第一時間就只要趕回家 希望爭取到最多的親子時間 但有時候一些過度開心的親子活動 就盡量在睡覺前不好玩 如果是BB奇的來比加布 大一點的話就是一些高難度的遊戲 其實因為小朋友的神經系統發展未完善 睡覺前過度興奮的就會很難令他們入睡 那我就提熱看看書 唱歌仔或者玩些靜態的 那就是沒問題的啦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希望幫到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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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爸爸 對呀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quer燦 關賣 continuously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